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我是黄仁杰 从前天开始 北京开始出现强降雨 连续三天的暴雨 让北京市区多处传出淹水 及土石流灾情 网路讨论不断 有网民戏称 欢迎来到北京看海 也有人质疑 当地的排水系统 有问题 让天子脚下的北京 下场雨就废了 顺下来临 雨季也跟着来了 中国各地近期饱受大雨袭击 四川甘肃等地连日降雨成灾 北京也因为暴雨导致土石流 使得不少网友质疑 京城的排水系统不济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 北京15日晚间80 至17日清晨60 降雨量平均达到67.4毫米 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密云的 西白连雨达到334.4毫米 昨天晚上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预计降雨将持续达到明天早上 而连续三天暴雨 量成市区多处淹水及土石流 包含房山门头沟淮柔蜜云等地发生滑坡泥石流 北京市政府连夜撤离灾区群众1825人 已经关闭了120一家景区 气象局解释 昨天的暴雨主要是因为近期北京一直处于 负热带高压西北侧的西南气流影响 在15日夜间西南暖湿气流明显加强 对于北京降水的发生提供了丰沛的水汽条件 而暴雨也使得交通尖峰严重堵塞 北京市交通委表示 连日北京早上高峰期间的交通指数达到8.1 属于严重拥塞级别 上班族在尖峰时间出行不便 部分区域路面积水 行人以及车辆必须涉水而行 天在南方有网友自嘲是游泳进公司 也有人戏称欢迎到北京来看海 不少人质疑排水有问题 尤其在北京 2012年也曾经发生特大暴雨 导致洪涝灾害 全市有79人死亡 虽然昨天暴雨并未造成重大伤亡 但是也网民怒劈北京是下了一场雨就废了 不知道哪天内涝不再是新闻 此外中国国家减灾委员会 昨天也公布资料 北京河北两地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100多公顷 经济损失超过人民币200万元 暴雨带来灾难 后续的修复也将是漫长的一条路 新闻时事报记者罗千竹